2014年10月25号 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 为欢送吴东梅副总领事任满回国 欢迎张传斌副总领事吕欣举办了盛大的晚宴 联邦参议员胡子修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防律总领事夫妇 安省议员董涵鹏 吴东梅副总领事夫妇 张传斌副总领事夫妇 多伦多华联总会主席魏成毅 和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名誉主席吴卓生 徐伟副总领事 钟鸿诺领事 和万锦市市长薛家平等各界嘉宾 乔包近400人出席 房里总领事首先代表总领馆 向举办这场晚宴的多伦多华联总会 及其他社团表示问候和感谢 对吴副总夫妇热骂回国 对工作极为负责 那么对我这个做馆长的 做总领事的也是非常的关照 所以他的离任呢 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但是呢我们外交官就是这样 住几年都要走 这个这是很正常的 我希望呢吴东梅副总领事呢 在未来的事业当中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因为他有我们在多伦多这样一个很好的底儿 这个底儿就是我们这是个大码头 工作锻炼非常的大 那么同时我在这里也祝愿 我们呢张传斌副总领事和他的夫人 在这里呢工作愉快 生活愉快 吴东梅和张传斌副总领事 也分别上台致辞 对多伦多乔社 特别是华联总会 举办此次大型迎送晚宴 表示感谢 这四年吧 说真的感触特别的多 尽管刚来的时候觉得时间 四年哈 觉得时间还挺难过的 但现在忽然间发现 这四年怎么这么短呢 一下子就过去了 这边多伦多不光 这个山好山好水好 我觉得更重要的 这边的人更好 我真的非常喜欢我们这边的侨胞 真的这么热情 这么支持我的工作 我在这呢 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有机会呢 到北京去去看望我 我今后呢 如果有机会 也会过来看看大家 谢谢你们 那么我刚到这个地方 还人生地不熟 所以也需要得到我们 桥界各位朋友的 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 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 我们会把多伦多的桥社 多伦多的桥社区的事情 搞得更好 为中家友谊 天砖加瓦 谢谢 魏城义主席代表万会主办方致辞 胡子修参议员 董涵省议员 万锦市市长薛家平 和多位嘉宾也分别发言 对吴副总 任满回国表示欢送 同时表示不舍 并欢迎张副总到任 我们吴副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魏城乡官 他来这里四年时间 我跟他接触 大概经常接触有三年 所以我为什么说 他是个非常优秀的魏城乡官 只有我们华社 我们华内华球 有任何事情 有在任何情况 哪怕是三根半给我们找他 有什么事情 需要帮忙 需要那个 他是二话不说的 是全力支持 所以我们都 我们都觉得时间过得真快 转一下就四年了 真的很难得的 我都希望 那个 他那个理念以后呢 是据我知道 他已经那个升级了 就回北京 那个光好像是升得 升得这个更高的 但是我同时 我们那个 这里的接触 吴副总的 有一个张传兵 那个副总来了 姓张 张副总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而且很帅 所以希望呢 我们 这社区又来了一位 又帅又优秀的 那个魏州官 我觉得我们多伦多华社 是非常荣幸的 吴副总在多伦多的四年 四年时间 对我们的 多伦多华家华人 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理念我们非常的 依依不舍 同时 我们今晚也迎来的 江户总 江户总 比较年轻有为 我们非常的希望 将来跟我们 多伦多的社区 携头前进 我今天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表示 对 吴东梅总领事 荣调回北京 表示祝贺 也对他 这过去四年多来 对出总会 及各位华侨 各方面的 帮助 跟协助 跟照顾 也表示万分的谢意 也祝吴东梅 副总领事 回去步步高升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也借这个机会 欢迎我们 新来的副总领事 张传斌 张奉总领事 希望今后 我们能够在 他的协助之下 这个大家一起合作 为祖国的统一 尽一份力量 法院上 多伦多文艺界人士 纷纷登台现役 房历总领事 和夏少杰领事 也分别应邀 以红梅赞 和话对祖国说 送别自己的同事 红梅花儿开 我多光光彩 当说如梦花万多 想要人变怀 尊一份变怀 气态态恶 要人变怀 当 歌 奉行 行 启恶 充 启恶 启恶 既然 相 祝國將 愛對祖國說 我們 把無心弄 情風停在心弄 無論我發散 人生那個時候 祈禮對祖國將 愛對祖國說 今天是我們來發送吳東美副總領事 他回國 他這兩年在我們的華社貢獻特別大 為華人華僑我們非常捨不得他這次回國 希望他以後試圖步步高升 吳副總平易近人 工作能力很強 是一個出色的外交官 我們有這個機會跟他一起工作 覺得很榮幸 現在他要走了 我覺得非常依依不捨 現在張傳斌副總領事已經到任了 那麼我們希望在今後的日子裡 會跟 我們會配合張副總的工作 這是加拿大網絡電視記者 發自活動現場的報導 再次見到